再一次的回到这个问题 这十个data平均值是10.0062 标准比较是0.0483 这次我们要问的 我们在这之前讨论的三张投影片 都是在讨论这些data 这些个别data它的精度 OK,那我们用9.980这个作为例子 我们这次要问的不是这个的精度 我们这次要问的是这个平均值的精度 OK,好 那么这个 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会 对我们来讲会非常的实用 记得我们在做response的分析的时候 那些response的值 事实上都是几个值取平均 几个值取平均的 所以你如果 一方面你如果知道了 原来那些data它的精度 那我们要来计算 这些response data它的精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利用到我们这一个 这些东西 OK,好 OK,好,我们如果你没有办法 catch到刚刚老师 讲的那些重点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了解这一点 先来了解这一点 这个平均值10.0062它的精度到哪一个地方 它的误差在哪一个地方 OK,那么以后我们应用到了这样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论 OK,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定理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定理 OK,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定理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标准 要记得这个标准偏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是summation这10个data 然后除以10来的 而且这i是从1到10 OK,是把它加起来 然后除以10来的 OK,好,我们来看看 如果有一个a 一个b 那么a的标准偏差是1万 OK,我们用小a好了 小a好了 那b的标准偏差是小b 那么请问一下 a这个 a跟b相加起来 大a跟大b相加起来的时候 它的标准偏差是多少 我们知道误差是会累积的 我们的直解告诉我们 误差会累积的 你也曾经可能听说过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 如果a是 标准偏差是a 小a b标准偏差起来 它的误差应该是大于a 也有可能大于b 应该这样才对 我们直接告诉我们这样 这是没有错的 OK,事实上是这样子 OK,在统计学上面 有一个这样的定理 如果a它的variance是a平方 b它的variance是b平方的时候 variance OK,variance 我们现在用variance来谈 那么a加v的 variance呢 这个数目字 它的variance 就是两个variance相加起来 variance相加起来 OK,好 事实上我们用variance代表的时候 就不应该再用plus minus了 因为plus minus我们通常指的是标准偏差 因为你用variance的时候 事实上这两个单位是不一样的 你用plus minus事实上没有什么意义的 OK,好,我们再把问题 repeat一次 如果a这一个data 它的variance是小a平方 b这个data 它的variance是小b平方 那么a加v这个data 它的variance就是两个variance相加起来 OK,这是第一个定理 好,我们把这个定理再把它repeat一次 这事实上是一个蛮重要的统计协定理 假设Y1跟Y2是两个random variables 那么它的varianceY1是sigma1的平方 Y2是sigma2的平方 respectively 则它们两个的sum加起来 或者是减起来都一样 它们的sum或者是difference 它们的variance都是它们两个相加起来 OK,记得哦,不管是加还是减 减的话并不是表示说减的话 那个variance刚好抵消掉 所以说越减,精度越高 没有这回事 不管是加或者是减 它的精度都,它的误差都一直在累积 所以不管是用加或减 它的variance都必须相加起来 好,所以我们再回头看看 我们在计算这个平均值的时候 分值的部分 分值的部分是把十个东西相加起来 OK,每一个data它的标准偏差 都是0.0483 它的variance都是0.0483 的平方,variance是平方 所以十个data加起来的时候 它的variance当然是10倍的0.0483的平方 OK好,所以这个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这个的延伸,这个定理的延伸 OK好,如果Y1,Y2一直到Yn 它每一个它的variance都是sigma平方 只是这n个data相加起来 它的variance是n倍的sigma平方 OK,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东西 OK OK好,下一个 我们除了这分值的部分 把十个data加起来 它的variance变成十倍的variance以外 我们还把它除以一个10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定理 OK,这相当于把它 把这个整个东西把它乘上一个constant 这constant是十分之一 OK好 在同... 呃... 我想 这个我们看到平... 我们在这之前讲过一个 误差会放大的这个观念 假设有一个制程或者是一台machine 它在加工一个十公分的东西的时候 它的误差都是0.1公分 那么同样一部机器或者是同样一个制程 当它在加工二十公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它的标准平台可能会放大到0.2 OK 我们大概直解上 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它会随着 随着你的产品的大小 你的误差会跟着是放大的 这直解是没有错的 这直解是没有错的 OK 换句话说 如果... OK 我们把它整理成一个定理 如果A 它的variance是sigma平方 标准变差就是sigma 则... 这个... 这个Y 你把它乘上一个constant C的时候 它的标准变差就变成Csigma OK 或者是另外一种相同的讲法 它的variance变成C平方 Sigma平方 OK 好 用这样子的定... 的时候 我们把它回到我们的... 这个东西 它分子的部分 它的variance 是10倍的 0.0483的平方 我们现在把它乘上一个constant的10 10分之1 相当于乘上一个10分之1 constant 所以它的variance呢 它的variance就变成了 10的平方在这个地方 它的variance是这样子 OK好 当然这个10跟10可以消掉 所以它相当于是10分之1的 0.0483的平方 OK 因为这个可以消掉一个n 消掉一个n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OK 我们再把它整理成这样子 OK好 如果Y1 Y2 一直到Y1 它们的variance都是sigma平方 只是它们的average OK 我们average就是这样子计算的 它的variance是n分之sigma平方 OK 这n分之sigma平方就在这里 OK 或者你当然可以讲说 它的标准偏差变成了 根号n分之sigma 意思是一样的 根号n分之sigma 因为这个只是它的开根号而已 OK好 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我想我们工程来讲 我们工程的学生来讲 我们可能记这个会比较实用一点 我一直在强调过 我们工程人喜欢用标准偏差这个东西 不喜欢用variance这个东西 统计学家喜欢 统计学上面喜欢用variance sigma平方 OK 工程人也喜欢sigma 这个标准偏差 为什么 因为标准偏差跟原来的data有相同的单位 那你经过平方以后 那单位是不一样的 OK 数学家不care这一点 可是我们工程师比较care这一点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单位 我们比较容易靠我们的直觉 去洞察这些data所代表的含义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 既这个公式可能比较实用一点 OK n个 我再repeat一次 有n个data 它的标准偏差如果是sigma的时候 那么这n个data的平均值 它的标准偏差变成sigma除以更好n OK 把它当作是一个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定理 但是我们在从头到尾在这样推论过程中 嗯 我们都是用说明的 我们事实上好像并没有很严谨的去证明 OK 我们事实上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证明 我们下一张推片 我们要介绍中央极限值定理 事实上这个中央 这个结果 这个是中央极限值定理 Central Limit Theory 是中央极限定理的几个结论之一 那么这个中央极限值定理 我们事实上可以 是可以 我们可以透过统计实验去 甚至去证明的 事实上这些东西 我们也是可以通知 透过统计实验去证明的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 自己制作一些data 然后来抽样 来看看 或者甚至于在Access上面去做统计实验 事实上也是可以来证明这些东西 我们下一张我们用 从另外一个approach来 再次来强调这个结论